而时间回到昨天上午 这一家复兴航空是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要到金门 不过起飞不久之后就失联了 先撞上了台北南港的环东大道 随后就坠落在基隆河上 而机上有31名是大陆游客 今天上午路客的家属也会抵达台湾来处理相关事后事宜 飞机倾斜90度飞过环东大桥 扫道计程车及桥身后坠落 这不是电影画面 而是中午发生在台北南港的空难意外 复兴航空这架ATR-72飞机 10点52分从松山机场起飞 但一起飞后就失联 撞击环东大道后坠落基隆河 救难人员划小艇接近机身 将乘客一个个送上岸 还能自行行走的人满脸惊恐 更多人是一获救就要紧急急救 要派重型的吊车 能够希望能够把机身能够吊起来 因为很多的受困者 目前研判可能在机头那个部分 机上一共有53名乘客 包含两名儿童 另外还有五位机组员 除了最靠近舱门的乘客迅速获救 因为机舱都已经进水 加上内部的座椅行李 因为强烈撞击都已经扭曲 即使要潜水进入机舱救人 也很困难 因为那个机舱口很小 所以我们背重装的人 也没有办法进去 救难人员跟时间赛跑 也出动搜救艇 沿着基隆河搜寻 确认还有没有人被抛出机外 军方则出动了扶门桥 希望在天黑之前搭出水上救援平台 我们是先搭设在水上来作业 然后协助各项的救援任务 配合周庭的救援 这场意外也惊动了南港戏指一带的居民 纷纷赶到现场 看到飞机才确定 听到的轰然巨响 真的是空难意外 这场中午发生的意外 一直到傍晚都还在持续进行搜救 现场也搬来了探照灯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而搜救人员也已经找到 俗称是黑盒子的飞行记录器 以及座舱语音记录器 宋交飞案会鉴定之后 尽速厘清事故原因 记者临终蒋龙翔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